我还要把同样的问题 请 傅韩君小姐回答一下 实在是不好意思 我要解释一下 我们家韩君小姐呢 得了一种沟通障碍的毛病 所以暂时不能回答 我可以回答张老板的问题 傅韩君子 霖排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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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一千三百万元 负债一百零七万 今年预计投入四百八十万 预计盈利可以达到九十五万 宋先生 您持股三万 没错吧 没错 所以今年呢 您大概可以收到两万八千七百元 比去年增长三千元 王先生持股一万五 是 可以比去年增长一千五百元 恭喜您 谢谢啊 傅老板 傅小姐说的都是实情吗 少前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傅寒君小姐说的 完全正确 你给我挂你出去 快滚 喝酒伤身 我是来劝你保重身体的 好 你别给我 装的假惺惺的样子 没想到 你这么能忍 在关键的时候 让我栽了个这么大的跟头 你还有这本事 对 这都是为了感谢您 之前对我的照顾 傅寒君你干什么 放开我妈 我在干什么你看不到吗 你还真的以为你能像以前那样吗 对我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再动我一个手指头你试试 你别忘了 我还是永生的老板娘 我不会让你这么轻易得到她的 就是 你休想 你居然敢打我儿子 我打的就是他 你 我 我 咱们走着瞧 这些年你们做过多少事 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加倍奉还 凤寒君 我不会让你隔一太久的 齐楠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你在我身边保护我 现在你不在了 我会学着好好保护我自己的 你的在天之灵 也一定要保佑我 让我一个一个地惩罚这些害你的人 为你讨回公道 我 你